秦桃啊 如果事实属实的话 绝不姑息 不偏袒 就定便知 好 快看 来那么多马爬里啊 来口试呗 太好了 观众朋友们 根据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关于开展一风一俗 促进文明相逢的指示精神 今天我们展开了一场 别开生宴的婚礼 咋不事 咋不事 三不叔姐 咋不认识 你这整这些马爬里干啥呀 接亲吗 接亲 你接啥亲呢 这不是那子萱嘛 她到后沟接她媳妇吗 不是 不同意啊 我在这都安排好了 你接他啥亲呢 沐大方 我可跟你说啊 我不是没告诉过你 中央三零五身不让搞大操大办 你为了你个人利益 你非得搞大操大办 是不是 不是 你等我回来的 你等村委回去找我 阿姨 子萱 子萱 让你家的那些亲亲 赶快上爬里 咱们接亲去 还发啥吐吐愣啊 接亲去 快 走 走 来 接亲去 走 都上爬里 走 走 上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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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可以回去了 上爬里 上爬里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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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里 阿姨 你怎么这么爬啊 干啥呀你啊 干啥呀你啊 年轻 余副主任 徐官姐 您俩咋回来了呢 这场好戏 您俩算是没闹着看 相当刺激了我跟你说 母大凤子跟我那老戏好叫的呀 吹吹打打扎乎乎的 就来接亲来了 可这对公公镜呢 三目书记 在那么长一溜马爬里 吹吹打打的也来接亲来了 当时就给母大凤子造梦圈了 坐地哭呢 现在还跟他哭呢 这一万八千块 打水漂来 不是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呀 我就在那了 那三目书记真是绝了 我长这么大也头盔看见 用马爬里接亲 哪家 相当好了 还有更绝的 三目书记 把那个姚姚和肖像 也请来了 现场跟踪报道 姚 姚姚回来了 那那咋不回来 看到他妈呢 跟人接亲去了 哎呦那妈 咳死我了 也不会整点水 咳死你喝起 我觉得姚姚这孩子 不是 这 看来我是错怪三目书记了 你可不错怪他了呗 我跟你说 我不让你打电话对了吧 邮主任哪 以后做事啊 一定要冷静 不能冲动 这一点你得学我呀 你看我这么多年 从来就没冲动 是不是 你拉倒 我说这三目书记也挺绝的 你说又马爬里接亲 真挺好 那马爬里吧 又节约 然后又弘扬了民俗文化 还杜绝了大操大办 真有他呢 真有他呢 咋呀 这就是咱们书记 我非常了解这个人哪 从来不走寻常路 我老佩服他了 从里到外从头到脚 那我佩服他五体同地 我跟你说 以后你得佩服他啊 我咋不佩服他呢 我啥呀 我来我打电话 我来告诉他 你跟你说我 行了 你拉倒吧你 工作 工作 那你 你给我吧你回去吧 马上都回家 啊 我知道了 给我整两菜啊 炒得好点的啊 干死你长老面子啊 那你说呀 你都不能说可不出了 你明的是人 暗的是鬼呀 你说我这一万八千块 跟谁要去呀 哎呀 快起来吧 这在东风人多磕着呢 回一把他 长老面 快 快 扶下来 快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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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风 干死你长老面 大风 臭死你 长老面 这干啥呀这是 你 你 你咬你什么干的啊 我说你们两口子啊 你 你不用我你之声啊 你别这么整啊 你玩死你干啥 你干啥啊你 我喊打电话说你 你干什么你 你干什么你 你又杀一遍去 长老面还我钱 你还我钱 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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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啊你 你帮我钱 哎呀妈呀打人了 打人了 谁赶紧钱 你干啥 干什么呀 欺负人呐 啊 哎 我告诉你啊 今天是你孩大喜事 我不答问你 你得那孩事过的 我收拾你 你看着 山沐不让你上村 回找他吗 咱们去找山沐腿走 告诉你啊 找你 一万八 你等着 你必须换我 一万八 你等着 你疯了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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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干你管爸呀 疯了 不要脸 现在啊 看到没有 这就是林山沐 一个充满正能量的 睿智的党员 你 李叔姐 山沐书记的做法 能否作为一种工作模式 进行设置 工作呢 要用心 要动脑子 因事情情况不同而异 不能照搬 这种独特的工作方式 只有林山沐能够做得出来 也只适合他林山沐 林山沐 你这咋的 打虎上山演杨子龙去了 没杨子龙 演杨子龙去了 演杨子龙去了 你咋没在老张家喝喜酒了啊 你以为我是姚老干嘛呀 见酒就喝呀 是 林山沐 林山沐 妈呀 老师 你敢动叔叔跟你拼了 我上去 林山沐 林山沐 你把我坑苦了你知道吗 我怎么把你坑苦了 哎 有你这么当干部的吗 啊 你整死人不成命啊你啊 你想当这个大支笔 你直接跟我说 你别这么整 我搭进去一万八呀 我跟谁说起啊我呀 我就得跟你说呀 你就是 下手太少了 这家给整坑家荡产来 这笔钱张了面头不承认 肯定是你一手策划的 这钱你没给我 你来站好了 站好了 咋的 吴台湾 我跟你说的没有 我警告过你们 我说你别大操大断 你听没听 你不但没听 你反而变本加厉 你不但把请柬送到了我村委会 而且你把请柬送到了镇政府 不但送到镇政府 你还送到李周明办公室桌子上 你是不是太狂了你 不是 我给李叔去送请柬打的了 哎呀对了 你不也是让我去送去吗 我这不听你话吗 我给领导送请柬 我 我那是让领导到老百姓家吃喜宴 这有错吗 我这是拉进这个干群关系的 是不是 你别让你狡辩 你以为我不是找你那小心眼子吗你 我啥心眼 啥心眼我还跟你说 我啥心眼 还用我给你揉出来吗 说说 大家都听说 好我跟你说说 你想名利双收 是不是 你想把镇政府的领导请到 由你主持的婚礼上 给你撞脸 给你撑腰 是不是 而且男女两家的钱你全挣 而且还窄些了你那些什么 烂糟糟的玩意儿 是不是你小心眼 不是我 我啥我 你想拉进干群关系可以啊 你可以跟我说 你不就想找镇领导吗 我可以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都给你请来 那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这么做了吗 你现在看看 你看看张老命的来头了 都想杀掉刺杀了 你知不知道 文达峰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林书记制止 你今天可就贪上大事了 可不咋的 文达峰 你太认不清形势了 你知道现在国家提倡什么 你知道吗 老百姓需要什么你知道吗 你呀 我对你已经无语了 大风啊 你太让我失望了 好 那你说你们说这行有啥用啊 我 我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哎呀 三沫 那你说我咋整啊 回家 翻行去 工方行有啥用呢 我那一万八千块钱没了 就当花钱买教训了 纠悠自取你这 回家 那学费也太高了 你好了 该 不让你等着玩儿非得等着玩儿啊 一万八 莫盘领你回家 走 行了 回家是纠悠自取 回家花钱买教训 赶快走 哎 上开上开上开 咱们围一圈 围圆圈啊 劲呢 是 你看你这岁数大的 你可得小心 别把大胯掰了啊 烦人 我烦人呢 前年老李婆子就把大胯掰了 他跟他孙女跳皮筋玩儿票 一下掰了 到现在瘸瘸瘍瘍的 还没好利唆呢 不行 你因为没太多大胯 enable 干吗 烁大哥 你别听我坐火了 不哭了 我要马上去逗后口 这次非常感谢你 收负太大了 不客气 那我走吧 好的 再见 太不像话了 这袁哥刚跟丑管顺利完婚 就跟别人碾伏上了 三吨 你是不是吃醋了 不说 家有人吗 手势得真干净 有人吗 做饭呢 这傻饭呢 做这么早 你来干啥 妈呀 这话说的 都一个村住着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我咋就不能来呢 少事 说 广顺跟袁哥 彻底离婚了 跟你有关系吗 他 他不说这个 有碗没给我拿个碗去 干啥 我老闺女渴了 我给他喝点水 你拿谁不识数啊 我们家的饭碗给你喂狗啊 你看你咋还急上眼来呢 我给你讲门斗子 我老闺女净洗澡了 那比那有些乐得人都干净 真的 有啥事快说 别跟这干了样 你真是的 那意思不欢迎我呗 欢迎那个姓月的是不是 说啥呢 不会说话 毙你这个臭嘴 你别老刺的我 满走的我跟你讲 我这个人最正直 就爱打包不平 那个姓月的总找袁哥干啥呀 这啥时候总找啊 这不明摆着 就欺负你们老车姐没人 我们老车姐 这事不用你管 我要不是封年村的人 我惜得管这些事啊 我跟你讲门斗子 那个姓月的明摆着 就是叫板的 咱们必须得团结一心 共同抵制他 他要再赶来封年村 那坐地 马爬了给他粥翻咯 叫你别瞪我 我走 我走了啊 我老闺女渴了 我给他买个饮料去 那秦子 你去把妈妈她两口叫来 叫她俩个啥呀 咱和一点事 啥事啊 想你去你就去 抛肝温底这磨磨叽叽叽 你看你这一天神神叨叨的 你这早点去吧 回来这家 你这一天神神叨叨 妈 干啥去 你爸 让我找你们两口去 咱也不知道干啥 妈妈 爸 把你媳妇叫来 她去西小冰小卖店了 又买啥去了 一个老公 我只喜欢买啥 问那么多干啥呀 行 行 她再不再都行 来 咱们坐着 来 合个点事 啥事啊 哎呀 忙着啊 你把媳妇也娶下来了 咱们这个事呢 办得也挺疯不 也省不少钱 还上电视 但是我就觉得呀 我这心里呀 各个人 这不挺好吗 你各个人啥呀 咱不是那好日子少的 你懂得啥呀你 这三部书记呀 虽然把咱们这事圆绝起来了 但是我总觉得呀 对不起母大犯人那两口 为咱们安前马后的呀 也没少费劲儿啊 为咱家这事呀 人家还赔了一万多个钱 我总觉得我 你不得了 这从前例上缩不出屋啊 这个事啊 我觉得是有点欠妥的 欠啥妥的呢 他母大缝啊 是借咱家办喜事 为了宣传他自己 知不知道 再说了 国家反对红白喜事 大头大半的 他本身就是顶腰上 那就不允许 你看他给咱家逼的 都逼成啥样了 要不是三木书记 出面帮着解决呀 咱们都得找个麻绳吊死 行 行 行了 你这属里一瓦呢 这瓦一面饭土 那事儿怕天理怕翻呢 换个位子思考 如果是咱们 咱啥滋味 那脚上泡是他自己走的 怨谁呀 妈 你帮爸爸话说 这老百姓啊 心里都有感成 谁好谁赖 心里都明白的 钱是好话 人情常在呀 别呀 没等衣服穿破了 让人纸破了 说咱老张家 就认这钱呢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啊 那你就说吧 你啥意思啊 我这心事啊 三木书记啊 为啥没少费心呢 咱也别没这儿良心做事 我现在把这钱给你发过去 我不同意 我跟你说啊 孟子 你都不知道我 我都没跟你晓 那天你钱就要去接媳妇了 后脚让姆达峰就杀回来了 这家似的 跟疯了是就打你爸呀 这家给你爸打的 你看要不是我出手 都能给你爸打死 你问你爸 不是 这没打死吧 再说事都过去了 我还是同意我爸这个观点 我觉得咱们是应该 退一部分钱跟人家 因为这个 咱们也得替人家着想吧 这事传出去 人家也觉得咱们家仁义 而且做生意以后 对我们也有好处 看来呀 我是说不够你爷俩了 是不是啊 这钱退和不退 我不管了 我不管了 妈 妈 这几天就这剧要不打 这啥家庭啊这是 这事就这么定了 忙了 改天咱家去个人 把钱给你送去 行 那 你跟咱去 快喝 谢谢啊 嗯 那个下期文明检查的 那个结果怎么样了 今年的文明指数 可比去年高多了 是吧 嗯 那挺好啊 好 叔弟啊 你看看 这是 这几天我跟姨副主任 下期的检查记录 是吧 嗯 挺好的 记挺细的 进来 你哪儿来的呢 我找林书记有点事 是吗 哎 有啥事啊 您别问这么直接行吗 哎 秀快姐 嗯 给你那小姨子 沏杯茶呀 棉柔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啥事就当面说呗 这个 这是咱俩之间的事 我想找一个宋女的 对咱俩单独聊聊行吗 这咋还单独聊聊呢 你 行 那你 找宋女的地方行 我家宋女 去我家吧 君姐自己在家 正好 我也好像是因为看我姐了 这帮年轻人呢 整不懂 哎 你出去啊 咱们啥 啥事啊 你马上到镇政府来一趟 干啥吧 当然有事了 要你来你就来 问那么多干什么呀 好 好好好 我马上就过去啊 那行 您要去镇里是吗 对呀 那正好呀 我开车来的书记 要不然我把您送过去吧 咱俩在车上聊也行 那也行 那我跟你一起去 那行 千玺啊 我跟他到镇里去一趟啊 走吧 晓鲁 啊 给我吧 你别 别拿走 我喝吧 你怎么来了 我找你谈点事啊 我到镇里去啊 有点事 哎呀 我想跟你谈谈 那个农商物流园的事 物流园的事啊 哎 对对 你跟千玺谈吧 千玺啊 谁觉得想跟你说物流园的事 我到镇里去一趟 啊 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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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什么事啊 那么急 你 你有事啊 有事跟我说吧 没事 工作吧 哎 小如 好 刘永泰呀 有什么事吗 我 我没啥事 我就是 我那天喝多了嘛 我 我说话有点过头了 你别往心里去啊 哎呀 事都过去了 我也没放到心里 没事 那 我们两个 还能做朋友吗 当然可以啊 你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现在就去找你 我当面给你道歉好不好 哎呦 道什么歉呀 我现在跟三末书记在一起呢 早才有事儿 先挂了啊 喂 喂 喂 你讲究不讲究啊 我好不容易有个对象 我好不容易有个对象 你给我抢什么玩儿 你这么大岁是不是你 服务员 服务员 您需要点什么先生 你给我来瓶 东北大高梁 六十路的 您喝的太多了 已经不能再喝了 赶紧回家吧 那进去吧 不喝 啥玩儿啊 不行 这林三末啊 运用他的智慧 制止了大操大办 因为他这个办法非常好 你看啊 咱们的纪理跟宣传部门啊 应该把他作为一个典型的事例 来进行宣传一下 是啊 学员林书记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但确实 起到了抵制和震慑的作用 没错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一开始啊 他跟别人就不一样 他反着来 你看一开始咱们呢 提心吊胆的 这个心都是悬着的 嗯 过后呢 王老是峰回路转 出人于料 林书记绝对是个怪才 说对了 嗯 但他这种怪啊 都是生活魔力中提炼出来的 哎 没错 像我们干部啊 要多点像林三木这样的人 那这基层工作 这个局面就不一样了 哎呀 这哪头在呢 就 林书记 你看说吵吵吵吵吵 那你们先聊 好 然后我跟小豆先去外面忙 好 好好好 我们先聊 忙你们在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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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就大了呼吱 不敲门就进去 哎呀 我敲门呢 哎呀 哎呀 我这李大人呢 嗯 你就是我们的父母官啊 你说我们回家 哪有儿女回家 还得敲门呢 是不是 你又得瞧弄蛇谎 什么瞧弄蛇谎啊 多难听啊 你咋没说我贼没熟眼呢 啊 哎对了 就是方才我来的时候吧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等了你又要出什么妖蛇了 不是啊 你说我这个时候来中午饭 谁管 我吃什么呀 啊 后来我一下想起来了 你们家我嫂子 哎呀 这海鲜做得太好了 哎呀 弄听我呀 做梦中想我嫂子那种海鲜 行了行了啊 你又知道吃啊 吃吃撑死你 吃 吃 我才对我弄正事 什么正事啊 跟我说说 老张家的婚事 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详细的跟我说一下 啊 我就错了 好 好 好 咋的了吧 嗯 出啥事了 我说啥事 嗯 我跟你说啊 余三童啊 到广顺家去了 他去干啥呀 哼 能干啥 竟说些不着调的 说呀 要帮着广顺啊 收拾那个姓月子呢 他一天大晚竟瞎掰吧 别打理他 我打理他干啥 哎 闺女啊 你脸色不太好啊 我 可能没睡好吧 哎呀 咱们这家呀 没钱的时候想挣钱 现在富有了啊 你看啊 儿子儿子啊 爸要离婚 因为你这个婚姻呢 到现在连个招子都没有啊 看真日子过的 哎呀 喂 哎 周经理您好 嗯 对对对 哎 哎 我就是想跟你咨询一下 农商物流园的事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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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跟你说一万别 你能不能把那腰执起来 以后你像个大虾 就跟那麦腰大虾一样 啥玩意 前两天说我像鹿沟 今天说我像大虾 插海鲜了 你把那边插什么海鲜 一点生活情绪都没有 咋的 这在网上看啥 看中毒了 还生过情绪 我跟你说吧 你呀就是生在府中不知福 你是没饿着 这把你饿着自发吵叫唤 啥情绪都没了 情绪 沙发宽敞 那非得挤我干什么 那你现在说那边 那边 天哪 还烦我呢 挤挤不恼吗 再说 要增加夫妻情感是吧 讨厌 讨厌 对 你是讨厌我 但有的是女人 喜欢我 对不对 不说这些了 对了 我今天 看小如来了 黄我干啥呀 今天谁 我看见小如 跟三木他俩 聊得叽叽嘎嘎的 可热乎了 看他俩看那游戏 你能不能不这么缺德 啥家伙这么缺德呀 我跟你说 林三木在我心中 那就是小巨人 能那老大了 他俩又是成了 你们家老少 那占老光了 我跟你说 透透乐器吧 三木啊 快过年了 农村的各种事件呢 都会接踵而来了 第一呢 你要做好明年的生产计划 第二呢 要做好预防各种突发事件的发生 你肩上弹子很重 你兄弟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这些工作做好 好 来 快 现在 你跟于倩雪的关系怎么样 我们俩在工作上配合得非常融洽 那现在感情问题怎么样 现在拿着时间考虑个人问题 能不能有点正事啊 快五十了人家有家呀 什么 李书记 我走了啊 薛同秀 你是不是对小如有啥想法的 不%,别下说 那你表妹啊 我弄啥想法 再说了 我就是对她有想法 我见到你 想法也没了 没了 你少拿这事当党剑牌 你跑县里请小叔吃饭去 没事总以给他介绍对象为名 跟他见色无怠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的妈呀 你吓死我 你哗哗一下一下 他捅着我 我的妈呀 你瞎说啥在那 我跟你说 我来这么一个老婆 没整明白呢 我哪有那份闲场子 是不是 学东秀 我怎么感觉 你对我不像以前了呢 啥时候 够了是不是 七年之痒是不是 别 别瞎说 什么七年痒八年疼的 我跟你说不可能 再说了 连口子不就这样吗 那热情这过去之后吧 就正常过日子呗 是不是 我问你 咱俩还能过多久 妈呀 老婆你说的话啥意思 你说这话 我后背凉风嗖嗖的 你心里冒小脚了吧 你看那城里的老板大款 小三小四的 你眼馋了是不是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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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说 小小六呢 你胡说什么 我没工给你摸养 你还干啥去 干啥的 我得回村委会上班呢 一会儿桑木书记回来了 一看见我没在村委会 我还得收拾我呀 那你回来 嘚瑟一趟干什么玩意 对呀 我回来干啥来了 你 上去来了 我主要是回来看看你 顺便呢 去个油盘 我得把你冲你那戒烟 那我回去了 快点走啊 赶紧走 行 就这个吧 明天那个早上弄好 交给我 好吧 行 好的 去吧 反正啊 水 分 我又说 客气 可以 د 晚安 我给你评计 我出点 Pre fer 解�我了 让你再做 读地 唯一 车将军 坐 坐 坐 您怎么来了呀 我顺道来看看 你这摄影还不错啊 还行吧 这两天挺忙的 你坐那儿 坐那儿 喝水 谢谢啊 客气 车将军 你来找我什么事啊 我想问问你 你是不是和林三木 在谈恋爱啊 你听谁说的呀 听你姐夫去通秀啊 你信吗 这 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那你觉得我俩配吗 不配 不过呢 这个 白菜萝卜各有所爱嘛 这也不好说 您来找我 就是为了问这事啊 对 你是不是觉得我挺唐突的 是 游戏 可能我也不应该来啊 但我实在是 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爱林三木 这咋喝灾冷的呢 你不在县里学习 你 你回来干啥呀 你要灾冷的喝的 哥 你是打算自己穿小鞋啊 还是打算给别人穿小鞋啊 你可死呀 这给卡卡买的鞋 什么玩意我给 给谁谁 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坐这 坐这 哥 我心里憋屈 所以我就喝了一瓶大高粱 你说你啊 不缺吃不抽串的 你憋屈啥呀你 我愁啊 我 愁到流水 水更流 借酒消愁 愁更愁 别在那拽了你 愁什么玩意你愁啊 哥呀 我心被伤了 我伤得乱七八糟 我伤痕累累呀 哥 谁伤得你呀 你 我怎么伤你了 你说你 又有出色剧 又有雨现实 你干啥呀 你都吃着饭 你看着锅里 你锅儿瓢盆 你干啥呀 哥 什么玩意烂糟的 要写命了 什么玩意 锅里盆里盆里锅里 什么玩意 我跟你讲 我跟韩晓如刚好上 你干啥跟我争啊 什么时候跟你争的 没跟我争 我跟你讲明白 人家韩晓如刚跟我好上 你光当你小腿 你就伸进来了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 你跟我争啥 哥 你跟我争啥呀 你给你喝那个死药 你先喝点水吧 行不行 不喝点水 清醒你啊 不喝 我清醒的呢 别躲 我不太躲的 你上康睡一会儿 醒酒了 玩咱俩再唠 行不行 行 我来你家睡觉的呢 我的爱情鸟已经飞走了 我不睡哥 我睡啥 我睡得着吗 我 哥 你还当我是你表弟呗 我们还有点亲戚没有啊 你的爱情鸟飞走了啊 啊 哥 你你如果要是把我当成表弟 你给我保证 你给我写个保证书 你说你以后再也不跟韩晓如来往 你不联系他了行不行是吧 我这我我给你写保证书啊 你干不准 你干啥啊 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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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啊你 拿去 臭 不用脸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了 那个 你可别笑话我啊 那我哪能笑话你啊 我就喜欢你这性格 敢爱敢恨的 那个 那行 那我就先走了 双双慢点走吧 不吃了 我那边还挺忙的 那行 那你慢点啊 行 我来来我这儿 好 对店 快双慢点啊 爱得太执着了 你就说我吧 我跟高人芝 我们俩年龄相差也挺大吧 咋样 我俩幸福不 我跟你说 我俩现在幸福的那是不要不要的了 是吧 你啥玩意 你 在玩意不提醒你超人 你跟高人芝咋吗 你俩啥玩意不要不要了 不是不是不要了 我俩之后研究工作的嘛 研究工作的 韩晓如没送你回来 他送我干啥呀 你俩不是一块走吗 那一块走就得 还得送回来呀 薛快你说了 你们俩现在已经如胶似漆了 薛快的我告诉你啊 你没事别等你瞎瞎 你瞅着 烂死了 我以后是怎么处理你 就四十一回了 你天 这件事 喂 齐总啊 不过我刚从明灵镇回来 你有事吗 哎呦喂 毛子 表叔 哎呀 哎呀 这多少年没见到您了 这又三十年了 没看啥 哎呀 呼得不错嘛 啥混 穿雕呢 这多冷 我老老表叔 这一万多元这玩意能冷 我跟你说 这大了样子 这像样这小 可打发咋的 我现在就是太忙 各种跑 就是跟小蜻蜓的 今天飞这明天飞那的 只要设计的 那个面太广了 所以就忙 那都做啥生意 原来搞过一段石油 炒过骨 然后捣过钢材 现在准备开发房地产 啥挣钱干啥 从小你们喝别人 孩子就不一样 给他到哪里 你干啥来了